还记得早在2015年的时候 就因为这一句这是男的女的 无精是被逼当众道歉 谢霆锋也曾经在节目上面说 其实近几年以来呢 娱乐圈就盛行这种KPOP风啊 追捧这种小鲜肉啊 很可爱啊对不对 但是站在女性的角度 我会认为 这么僵的 这么现在这种男生 会比女生还要美 有点 懒惰看字就看我 Hello 你好 我是眼睛小小Natasha 抖音网红凤小益 吃桃桃的这个影片 你肯定看过 吃个桃桃 好凉凉 这一次 它真的是好凉凉了啦 因为它的举动太过辣眼 人家讲太过凉泡 所以这个额靠其实在抖音那一年呢 已经被block高了的 为了打压这股所谓的 娘炮风啦 中国广电局也公布了八大新的政策 其中就包括了禁止播放 偶像育成节目 像是那种青春有你啊 偶像练习生啊 以后都没有得看了的咯 伤败在最新的这个节目 披荆斩棘的哥哥呢 听讲好像是为了迎合新的政策 在表演的时候 哥哥们是不容许做这些比较油的动作 比如说那种单眼 单只眨眼啊 咬嘴唇啊 我做就有点隔离啦 哥哥们做应该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啦 但是吼 听讲这个娘炮文化 好像是一个阴谋论来的哦 想加更多 下一期再跟你爸